大家好,現場時間是中島12點22分 中午12點22分 大家吃飽嗎?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在空中拍攝大家 你所收聽的是快樂電台FMQ7.5 在楊潔這部當中,楊潔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等會呢,要開放call-in正常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哇,如果你聽到這個消息的話 趕快,趕快來朝我們的call-in專線的點位 等一下呢,第二階段的時候會開放 9510975的電話,是我們的call-in專線 那今天要送什麼獎品呢?要送給大家的是 雨衣,我們知道嗎?雨季快到了 所以聽眾朋友,如果說你需要雨衣的話 你趕快的今天的問題,今天的節目要好好聽 要送給大家的是,有三種很漂亮的顏色 韓系猩猩全開式的雨衣 有紫色的,有紅色,有藍色的,很漂亮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開放call-in 那今天的節目現場當中邀請到的這位好朋友呢 好久不見,我們邀請到的是屏東縣政府稅務局 馬曉川科長,科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大家午安 每次,每次科長來都要送東西啦 應該的,應該的 對啊,就是要送給大家很實用的東西 那今天,要送給大家的是這個,因為雨季快到了 差不多這時,有時候會下雨 那,朋友們如果說,您需要雨衣 欸,現在雨衣也貴貴貴了 真的是蠻貴的 那,大家也許呢,可以透過今天的call-in,得到雨衣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呢,要跟大家談的就是使用牌照稅 那其實,我想請我們的科長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每年的使用牌照稅大概在四月份會開征 那,也就是現在 那,每年,社務單位都不斷地提醒民眾說 要記得喔,牌照稅,使用牌照稅要記得繳喔 但是,還是有民眾會忘記啦 那,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年的這個使用牌照稅的繳納的時間 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了呢 好,每一年的牌照稅的繳納期間 是在四月一號到四月三十 那,如果是營業用車的話 為了要減輕業者的負擔 我們會分兩次開征 上半年的時候呢,是在四月份 好,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下半年的時候是在十月份開征 以屏東縣來講 目前的營業車大概有兩千多輛 對,這個部分是會分兩次開征的 另外,還要提醒民眾一點就是 如果超過了這個繳稅的期間 依照稅法的規定 每超過兩天就會加征1%的支納金 OK 以今年來講 限繳日期到四月三十 五月一號、二號繳稅 還不會被加征支納金 但是從五月三號開始 就要加征因納稅額1%的支納金了 OK 最高會被加征到15% 所以提醒民眾要及早繳納 不要繳了這些冤枉錢 的確是,探納了 趁早繳納,因為這是每年都要繳的嘛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科長就是 使用牌照稅開征有一些繳納的方式 因為現在越來越方便了對不對 是不是也跟大家來談一談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繳納我們的使用牌照稅呢 繳納牌照稅的管道跟方式現在非常的多元 例如說比較傳統一點的 大家都還是習慣到金融機構去繳稅 OK 不過這個金融機構裡面要注意一點就是 郵局是目前還沒有代收的服務 另外就是到我們目前的四大超商 但是這個四大超商呢 繳稅的金額也只能在兩萬塊錢以下 有個上限 是 那我有準備一個字卡 是是是 還有很多其他的繳稅的管道 OK 好 那這個繳稅的管道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字卡好了 這個是 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們聽眾朋友如果有透過我們的 臉書的朋友 可以看得到那個字卡 這個是使用牌照稅 如果有易繳稅款 可以在屏東監理站 辦理車輛異動登記時 在車輛異動登記書上面可以填寫 銀行或郵局的帳號電話就可以輕鬆辦退稅 這個是退稅的部分嘛對不對 對 OK 好 那我們進來我們的畫面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透過我們的字卡 跟大家再做一下詳細的說明 因為其實今天我們也透過了臉書的直播 跟大家見面 是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也可以透過臉書來做收看 那當然其實繳納的地方有很多 對 包含的是有超商 所以現在也有人是用信用卡繳稅的 對 像如果是用金融卡的話 就可以用ATM轉帳 對 好 這個部分也是很多人常常使用的 嗯 那如果是晶片金融卡 信用卡或者是存款的帳戶 嗯 就可以直接上一個網路繳稅的服務網站 好 一直操作下去就可以完成繳稅了 嗯 另外呢 如果使用信用卡或者是火起儲蓄存款 嗯 也可以掃描繳款書上面有一個QR Code的 哦 條碼 條碼 對對對 這個行動條碼 或者是用電話語音操作 OK 都可以繳稅 嗯 那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今年還新增加了兩個繳稅的方式 是 好 一個就是可以用自然人憑證 或者是工商憑證 嗯 到便利商店 嗯 操作多媒體資訊機 嗯 就可以列印出來一張繳稅的小白單 OK 這張小白單呢就拿到收音台去繳稅 也是可以的 可以 對 OK 另外一個就是為了鼓勵民眾 嗯 在家就可以繳稅了 不用出門就可以用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怎麼繳 對 行動支付APP就是先下載 嗯 行動支付的這個軟體 OK 好 像支付寶啊 嗯 或者是台灣Pay 是 這種東西 下載了以後就去新增 看你要繳稅用什麼卡片 嗯 可以用金融卡 也可以用信用卡 是 然後再選擇你要繳的稅 是使用牌照稅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哦 那要注意一個是說 如果是以金融卡 或者金片金融卡 信用卡 或者是存款帳戶繳的 嗯 繳納完了 成功了的以後 稅務局還會再寄給繳稅證明 OK 那在還沒有收到繳稅證明的時候 最好保存一下 自己的繳稅的憑證 OK 維護自己的權益 是 是 好 這個是繳納的方式 那 當然現在越來越方便了啦 越來越方便了 那我問一下科長的是說 其實 在我們的稅務局的部分 有沒有跟一些機關 做一個合作的部分 那我們的車主更方便來繳納呢 或者是說退稅的這個部分 哦 嗯 如果說 是 有民眾到本局來 嗯 他洽辦的是 有關於監理的業務 監理業務 對 譬如說 我的 嗯 燃料費想要用轉帳繳納 轉帳繳納啦 對 或者是說 我的燃料費的寄送的地址 想要做變更啦 嗯 那我們局裡面 也準備有監理機關的這種申請書表 是 輔導完以後 民眾也不用親自送過去 嗯 我們會帶轉千里站 嗯 那另外呢 包 甚至於包含了這些交通的違規的 查詢啊 嗯 或者是說沒有收到燃料費的交款書啦 嗯 我們也可以主動的聯繫 是 協助民眾 在線上就直接打電話過去 OK 然後請千里站 馬上答覆 嗯 好 OK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 車輛的部分 剛剛我們科長說到的是 這個 呃 跨機關 監理監理站的部分 跟監理機關的部分 那我問一下 呃 如果說像有一些車輛 像監理機關可能管的可能有車輛 比如說有報費啦 有注銷啦 有停 有報停啦 等等的 那如果說有一些牌照稅的一些 哦 比如說役腳或者是等等的狀況的話 你們可以提供協助嗎 嗯 這沒問題 嗯 那個 我稍微 嗯 嗯 多講一點 多講一點 對 從民國41年開始 嗯 民眾如果在監理站 嗯 補發 使用牌照稅 的稅單 或者是做查詢 都是我們委託監理站 代辦 OK 那 我們潘縣長 就一直很心心念念的 想說要強化衛民服務的品質 嗯 所以從107年1月1號開始 嗯 本局已經把使用牌照稅的業務 全部收回來自行辦理了 是 對 我們不但在監理站 設置了一個牌照稅的專屬服務櫃台 嗯 同時是我們自己派員去進駐 哦 那服務的項目除了原來的欠稅的查詢 嗯 使用牌照稅的補單以外 包括 哎 地址要變更啊 是 或者是 要申請退稅啦 嗯 嗯 或者是免稅車輛要申請免稅啦 嗯 我們不但輔導 而且當場就受理這些申辦的東西 哦 嗯 而且 關於各類的稅務諮詢 也可以在那個地方獲得答案 嗯 是從今年的1月1號 1日開始 對 等於說是從今年度就開始的 是是 107年的1月1號就開始 在我們的監理機關有設這個專屬的櫃台 是 可以為民服務 哦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科長就是說 其實呃 就是代轉監理單位申請呃 表跟協助聯繫的部分齁 你們有沒有在這個部分有一個呃 相關的一個聯絡的一個事情齁 可以跟大家來談一下嗎 嗯 嗯 像 嗯哼 我剛剛提到的齁 在107年以前 對 是監理機關 代辦 代辦 然後他會把資料轉給我們 是 可是從今年1月1號開始 由我們派駐的人員 直接在專屬的櫃台辦理了 對 這個就不用再做代轉的動作了 嗯哼 那如果是民眾 到我們這個 稅務機關 嗯哼 來辦理監理的業務 哦 我們還是會把相關的 表格 也是輔導填寫 嗯哼 然後再轉送過去 哦 等於就是做一個 雙向合作哦 沒錯 雙向合作哦 這真的是非常的棒哦 所以其實在監理站的部分哦 可以辦這個使用牌照稅 欠稅查詢跟補發 這個繳款書之外 還可以辦什麼樣的業務 嗯 等一下會有一個題目出現在 先提醒大家一下 設的這個專屬櫃台 可以補單啦 還有查詢這個欠稅啦 那還可以受理這個排照稅跟免稅還有退稅的申請 是 都可以哦 還有包含稅單寄送地址的變更 有時候可能家裡面的一些地址要變更嘛 對不對 你怕我 我地址都沒收到 我是要變嘛 是 變更的話 在現場也可以辦 還有稅務的諮詢等等 相關的一個 你有什麼不懂的現場都可以諮詢啊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啦 沒錯 好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棒哦 那代表的是說其實我們屏東縣越來越是跟民眾互相的就是變成說是好朋友啦 你要到哪邊去辦什麼業務都可以啦 那當然社務局跟監理機關本身就是一個很蠻密切的一個單位 所以今年增加了這個從元月1號開始的這個監理機關社櫃台專屬櫃台的部分 也是你們也是派員去進駐啦 等於說直接性的就做服務了 沒錯 好 那我問一下科長就是使用牌照稅在4月1號已經開征了 那聽說朋友如果說您還沒有收到這個交款書的話該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來來談一下 那什麼樣的狀況會收到 什麼樣的狀況你不會收到 好是不是跟大家聊一下 好 今年的牌照稅的稅單我們在3月21號以前 都寄了 就陸陸續續的寄出了 那如果到現在都還沒有收到稅單的話 請趕快到車級所在地的基增機關 或者是監理機關 申請補罰稅單 對 千萬不要認為說沒有收到就不用繳稅了 OK 那有一些民眾呢 我們統計的結果是很多人沒有收到稅單 都以為車子老舊了就不用繳了 對 就像房屋好像30年40年 也到一個期限 對以為有期限所以就不用繳稅了 其實不是 大部分的原因呢都是因為沒有按照時間去驗車 因為沒有去檢驗車輛 經理機關會進行註銷這個牌照 嗯 那被註銷牌照的車輛 牌照稅也會停止徵收 嗯 那 這類的車輛如果再沒有重新驗車 嗯 重新領牌 對 它就行駛公共道路 然後又被查獲的話 嗯 我們不但要補徵 那個 牌照稅的本稅 嗯 還會罰一到兩倍的罰款 對 一到兩倍 對 這個罰則是非常重的 相當的重 所以也是要提醒民眾 千萬要小心 要仔細 嗯 是 那什麼樣的狀況 它會收到稅單 就說你只要有車輛 你只要有掛牌 都會收得到 是 是 因為交通工具 包括自用的小客車 大客車 貨車 還有150cc以上的機車 重機啦 對 150cc以上的重機車 都會收到 OK 還有 要再說明一個 就是 如果是電動車輛的話 嗯 一直到 110年12月30號以前 嗯 它都屬於免稅車輛 是 對 所以也不會收到稅單 哦 OK 電動車的部分 對 電動車 那個那麼大的 那麼大的 那麼大的那個嘛 比如說像 呃 我們講的重機到150cc 兩次很大 電動車 有到那麼大嗎 嗯 以屏東縣的統計資料 目前有 兩部機車 是符合這個標準 還有兩部電動車 對 電動車 那麼大啊 對 150cc以上的 那如果是 轎車的話 目前 有9台 哦 有9輛是這樣子 是電動 是電動車 對 很先進 哈哈哈 是因為現在其實 我們也在鼓勵 所謂的 呃 盡量不要 呃 就是可以開換 變成電動 電動摩托車 環保 環保的部分 就是電動車的部分 現在政府也在做推廣 嗯 所以到110年 12月31 12月31號之前 對 是不用繳的 沒錯 可是之後就要111年 嗯 這要看政策 這要看政策 對 看會不會為了鼓勵 然後再延長 OK 對 不過這個延長到110年 也是去年才修法完成的 是 對 好 哦 所以我們田中朋友 如果剛剛科長談到了 只要你有車 只要你有車 那車有沒有分 應該還是有分 比如說自小客 或者營業用 剛剛其實你 剛剛你有談到 營業的又是另外的 對不對 是 營業它有分兩個部分來做徵修 是不是 像現在 可是現在目前也有做營業用的 車輛的徵修嗎 對 就是為了要減輕業者的負擔 對 所以 本來是一年要繳的稅 但是 就分成兩次 分兩次 上半年也是在4月1號到4月30 下半年的稅 就在10月1號到10月30號開徵 嗯 OK 這個就是 等於減輕業主的負擔 是 就分兩次繳納 有點像是分期的概念 對 分兩次 繳納 那提到別人說 你哪有車 無論說 多老 只要你的牌還在 是 你就必須繳稅 對 OK 那 如果你還沒有收到稅單的話 趕快打電話 你們有沒有 如果說真的沒收到的話 打電話可以 可以詢問得到 要不要繳稅這件事嗎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對 那你是要打電話去稅務局說 我叫什麼名字 我的車牌是幾號 就可以查到嗎 沒錯 很簡單 很簡單 非常簡單 身份證字號 車牌號碼 姓名 這些都可以做查詢 馬上就查得到了 對 那像監理機關查詢也可以 然後像本局查詢也可以 也可以 對 好OK 所以方式有很多種 好時間關係先讓電台進個廣告 等會馬上回來 來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火播0809-092-898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吼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全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紐西蘭奇蹟之背 輕口一背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關護乳膏 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092-898 記者現在在西方道道為大家訪問快樂聯播網快樂新生的主持人安琪 安琪請來告訴大家快樂新生是一個什麼樣的節目呢 大家好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說明 快樂新生這個節目我想要抓住社會的脈動 有國際觀 有在地關懷 人文精神 還有成功人物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能夠找到你我生活中的感動 謝謝安琪快樂新生 讓我們再次找到希望與幸福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的五點到六點現場放送臉書直播 歡迎鎖定快樂聯播網 感謝你我的未來 詞音最愛 快樂電台FM97.5 快樂… 電台… FM97.5 今天时间到12点43分钟 12点43分 第四周天是 科路电台FMQ7.5 新闻刷上 这不关系你和朋友杨洁 今天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是 冰冻管建户税部教 马小川科长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 其实刚刚我们有谈到说 我们的使用牌照税的 一个征收的方式 缴纳的方式 有多了好几项 那尤其有两项是非常方便的 是不是这边 科长也跟大家补充一下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等一下题目就在这里 其中一项就是 可以到四大超商的 多媒体资讯机操作 然后列印一张小白单 这张小白单呢 就是一个可以去缴税的单据 OK 然后直接到超商的收银柜台 去缴纳 好 那另外一项就是 下载行动支付APP 然后使用 看你要使用金融卡也行 用信用卡也行 然后完成缴税 是 现在有什么支付宝啊 台湾配啊 是 对不对 那这个便利商店 多媒体资讯机 简单来说就是 每个超商里面都有一台机器 对不对 那你就去那边 比如说你也可以问一下店员 说你要缴牌照税 要怎么按 那应该也是按车牌 身份证 姓名 是不是 还是按什么资讯呢 上面应该原则上大概是这些资讯 是 对 就可以查得到 按就列印下来 对 你就可以缴纳了 是 OK 还是很方便了 方便 很方便 好 来那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 还会跟大家来补充一些资讯 如果听众朋友 你想要获得 现在语季快到了 有一些听众朋友 你可能 现在比如说 欧萨古啊 然后你想要得到 一件新的语意 的话 请大家打 9510975 你只要回答问题 对了 就可以 获得这个语意哦 有一通电话 哈啰 你好 等一下 我要让科长戴一下耳机 来科长来来来 你这样才知道 他对不对啊 嗨 嗨 你上线咯 嗨 杨姐 马科长 午安 哦 明丽姐 很久没听到你声音 对啊 算你要常常开放投影 真的 我要常常开放一下 好 明丽姐来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这个使用牌照税 那我想问你一下哦 这个问题呢 由我们马科长来提问 来科长请 请问一下 本局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屏东监理机关 设置了专属的柜台 并派员进驻 107年1月1日 答对了 我跟你说 科长 我们这个明丽姐 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友 非常非常认真哦 好 明丽姐 你电话不要挂哦 先不要挂电话哦 好 OK 哇 这个 现在雨季快到了 我觉得今天 我们的税务局 也带来很实用的 因为每次 你都带很实用的礼物来 刚才最近 最近还有漏洪 所以 我们这个雨衣 而且又很缤纷 很漂亮 那 要送给大家 只要你答对问题 就要送你雨衣 所以 说实在外面 虎山也贵贵了 有时候也是 动车快要好几百块 几千块也是有啊 对不对 好 OK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 上线咯 嗨 喂 喂 嗨 你好 你好 请问贵姓 马克星 张武安 嗨 贵姓啊 什么称呼 我姓张 张小姐 你住哪边 住三明区 三明区的张小姐 好 那我们科长 来问一下 这个问题 来 请 请问一下 107年 我们使用牌照税 增加了两项 缴税方式 只要答出一项 刚刚有 刚好有谈哦 只有做笔记 两项我都 我一个是吃大超商 一个是行动支付 感动感动 可是打我们的听众 是不是很厉害 真的感动 好好好 张小姐 你不要挂电话 我们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同仁 会帮你操一下 你的联络的方式 好 那等一下 还会再开放一通的电话 我们今天总共开放三通 因为有三件的羽衣 要送给大家 哦 羽衣很抢手 是 很抢手 在我们的工作同仁 在操电话的同时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好了 那其实 我们都讲说 其实很多的 当然 守法的民众还是很多 不过还是有民众 有欠税的状况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有欠税的状况的话 大概 社务局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通知民众 还是说 有没有办法 如果说民众有一些 真的是 财务上面有一些状况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可能可以跟你们谈一下 是不是可以分歧 还是什么样的状况 可以缴纳 为了要提醒 不是说 为了要处罚 我们是为了要提醒民众 一个提示的性质 所以针对 怎么样防范欠税 我们针对两个族群 有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 这样的 一个是 排造税的金额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 气缸的容量是在 4201cc 缴纳的税额在 46170元以上的 我们会在开征的时候 就直接以双挂号寄送了 OK 那另外一种呢 是105年跟106年 超过了缴纳期间 45天 才去缴税的民众 这一个群众的人 可能就是 比较容易忽略了 缴税的时间 那这个也是 我们会在开征之前 就先以双挂号送达税单 那关于这一个族群 就千万不要 因为已经合法送达了 就千万不要再预期缴纳了 如果真的是预期的话 我们会移送行政执行分属 由他们去做强制执行 这样子对自己的权益影响 是很大的 对 大家你要千万记住 还有一通的名额 我再讲一下 我们的call in 专线 9510975 金欧一公共青欧 我们还有一通 我们最后一通的幸运人是谁 嗨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们好 怎么称呼 吴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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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破语 吴太太 你哪里 林武啊 哇 人武的吴太太 吴太太 来 这个问题问你一下 那请我们的科长来跟我们吴太太发问一下 来 好 本局在屏东监理站设置了一个专属的柜台 除了可以补发税单 还有欠税的查询以外 还可以申办什么业务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没错 这哥好像 吴太太 你很厉害 你说这个问题 是很厉害 就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 就是有关那个税单啊 是小款啊 对 然后你去脚啊 对对对对 有关系那个脚钱的问题 是是是 好 OK 好 恭喜你吴太太 那你电话不要过 我们的同仁会帮你操一下联络的方式 他好可爱哦 真的啊 真的就是这样嘛 你看 就是 反正有人注点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问他 你不懂就问嘛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要 什么税单的地址要变啊 你就等问一下 对 应该单子填一点就OK了 是是 还是说 有一些税务的咨询啊 还是说有一些 这个退税的申请啊 等等都可以问嘛 对 都可以问一下 好 那当然今天 我们马科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的使用牌照税 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一定对于缴纳的期间 缴纳的期间因为到我们的四月底截止 可是缴纳的方式有很多种 杨姐就想要问一下马科长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已经四月五月二号 五月二号还不用不用罚 不用罚 都算是正常缴纳 哦 所以还是看那个时间哦 对 其实非常方便 嗯 可以足不出户 然后随时随地 可是还是不要拖啦 对对 还是不要拖啦 OK 好 所以那条件评论 那当然今年有使用这个很多方式 包含的是超商啊 列印小白单啊 是 还有我们的行动支付啦 是 那这个有一个叫做行动支付缴税 抽奖乐 这个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哦 今年就是为了鼓励民众哦 像刚刚讲的 足不出户 随时随地可以缴税 然后不用排队 不用等待 嗯 所以本局就办了一个行动支付的活动 OK 对 那如果在五月二号以前 以行动支付的方式 完成缴纳 使用牌照税的 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 嗯 活动的时间呢 是到六月二号指 是 那七月二十号 嗯哼 我们会抽出来六十个幸运的车主 哇 每位提供一份三百元的全年色的礼券 是是是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活动 OK 五月的参加 诶 明额还蛮多的诶 是 六十 六十位的这个好康的这个礼券 那但是你必须用这个行动支付 没错 可是行动支付我发现还蛮多家的 哦 这边看起来包含有台湾配啦 还有像是 支付宝 支付宝啦 还有各大银 还有T1 都可以 T1 啊 这个是各大银行 他们本身都有这个行动支付 对不对 是是 OK 包含台银 土银 一银 华银 张银 赵峰银 合作金库 台湾中小企业等行动网银APP 那当然还是必须要嫁接在台湾 台湾配的行动支付上面 是 就可以做一个很棒的 而且很方便 足不出户 是 没错 其实现在很方便 真的 你要转账啊 还是说你要缴款啊 你手机按一按就咻 一下子就缴完了 对 其实也很省时间 真的是很省时间 是 对 OK 好 那今天呢 科长来到节目当中 是不是最后一点时间 跟大家补充跟呼吁一下呢 好 科长 还是希望民众可以尽早的缴税 是 不要超过了这个缴税的时间 多缴了一些冤枉钱 是 那另外就是 请多支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行动支付APP的活动 可以踊跃的参与 是 如果没用过的话 下载来用用看 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用行动支付 是 购物啊 什么的 他们可能真的是 在操作上都会很清楚 是 如果 您可能 家里面有一些长辈 您也可以教他一下 对 没问题 在我们 税务局的网站 也有一个 使用行动支付的操作流程的说明 是 也可以按图操作 哦 按图操作 是 那我 我有个问题 我问一下科长 比如说我今天有行动支付 那 比如说 呃 我爸爸有一台车 那妈妈有一台车 我自己有一台车 我可能总有三台车 我可以 比如说我儿子嘛 我就用我自己的行动支付 我们三台车 我一起缴 可以吗 目前还不行 所以只能我缴我自己的 是 那可能如果爸爸要缴他的用行动支付 要用爸爸自己的行动支付 没错 因为金融卡跟信用卡 目前还是只针对个人 哦 针对个人的部分 还不太能够代缴 是 还不太能够代缴 如果是转账纳税就可以 转账就可以 对 在填写转账的时候 我可以代缴 爸爸妈妈的 对 或者家人的 家人的都可以 对 好 OK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 听到今天的资讯 能够在我们的四月底前 赶快的将您的使用牌照税 赶快的去做一个缴纳 如果您还没有收到税单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 到我们的屏东税务局 还有监理机关有设服务台 都可以做洽询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屏东县政府税务局 马小川科长 谢谢你科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是杨洁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